7月15日姚晨诞下儿子小土豆在医院里休息三天后 7月18日姚晨便与老公曹玉抱着儿子出院回家 经过几个小时的等待 姚晨终于素颜抱着宝宝走出了医院 刚刚收入妈妈的姚晨显得十分谨慎也十分开心 全程都对孩子保护周到 她也透露自己在孩子出生之后便哭了 对于产后付出的问题 姚晨表示暂时不急着付出先给孩子喂奶 当被问当妈妈的心情 姚晨露出了招牌式的笑容 笑着称很开心 但也由于刚顺产生下宝宝 素颜的姚晨显得有些虚弱 对于孩子长得像谁 曹玉和姚晨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姚晨觉得五官很像曹玉 曹玉则笑称 她嘴也挺大的像你 姚晨则反驳嘴型像你 两人幸福的你一言我一语十分温馨 对于给孩子起名的事情 曹玉表示已经在筹划中 并且准备了好几个名字 到现在还没有想好落定 其实笑起来还挺好 打算休息多大时间开始恢复工作呀 我觉得得先给孩子喂奶吧 谢谢